日本海上自衛隊近期頻頻在南海地區秀存在 甚至出現在不在其航線必經的南海西沙海域 舉行針對性很強的反潛演練 這是不是一種挑釁動作 日本在反潛領域不可小覷 魏老師 您認為解放軍該如何應對呢 日本在南海的軍事動作越來越多 而且越來越敏感 首先日本出動了直升機母艦和蒼龍機AIP潛艇 在南海進行了高對抗性的演習和演練 它是想走得更遠 也希望把自己的觸手延伸到南海 展示自己更為強有力的 或者說遠洋的這種反潛作戰能力 也就是說在美日海上力量的兵力構成當中 美國的核動力航母可能是用於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 在前方衝空陷阵 而日本的準航母包括直升機母艦 在後方保護美國海上作戰力量的這種後方陣地 或者是海上補給線 所以它更加侧重反潛作戰 但是我認為反潛只是表面文章 更值得關注的是它的潛艇的進攻能力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蒼龍機AIP潛艇降龍號 針對直升機母艦的這種對抗性的演練 其實也是日本的潛艇部隊在演練 針對其他國家大型戰艦 甚至包括航母的這種水下偷襲能力 所以說我們不僅要看日本海上自衛隊 在反潛領域的一個新動作 可能也要關注它潛艇部隊 正在提升的這種反航母的作戰能力 我認為在南海比較廣闊的區域 我們有這種立體化的反潛兵力構成 驅逐艦和護衛艦更為先進的反潛直升機 大型固定翼的反潛機 甚至是潛艇部隊的配合之下 我們就構成了水下水面低空高空 四層的立體化的反潛兵力 我相信任何的這種潛入者 甚至包括這種水下的間諜 在我們這種強大的反潛兵力面前 也是不敢輕舉妄動